Inpress投影片窗格操作与介绍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讲解的是投影片窗格 当我们要新增投影片的时候怎么操作呢 如果说我们要在第九章的最后面新增投影片 您可以在第九章的地方点下滑鼠左键 先切换成第九章按下滑鼠右键 新增投影片 好这个时候就多出一张投影片 那多出投影片呢 它的版面配置会预设成一个标题名称加一个物件 好那怎么样做删除呢 我们在投影片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点选删除投影片 好我们回到第一章 如果说我要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间新插入一张投影片 怎么操作呢 点选第一章投影片按下滑鼠的右键 选择新增投影片 好这个时候它预设的版面配置是一个标题加一个物件 好那我们移到第三章 按下滑鼠的右键 新增投影片 好这个时候新增一张空白投影片在木棉和山樱花的中间 但是这个版面配置你会发现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一个标题名称 两个小物件 一个大物件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栏这边 好我们把这个刚刚新增的空白投影片删除 按右键删除 点选按右键删除 我们来看其他功能 按下滑鼠的左键 再按一下右键 好制作副本 它会复制一张一模一样的投影片到下一张 好我们删除 好按下滑鼠的右键 你可以把投影片重新命名 预设的投影片呢 他会自动给他一个名称叫投影片一 第二张的投影片二 第三张的投影片三 好如果当你的投影片很多张的时候 你可能要根据你的内容还有主题 给他不一样的名称 好那这边我们先暂时不操作 好接下来按下滑鼠右键 我们来看一下 投影片设计 版面配置 和投影片切换 往后呢我们都还会有单元介绍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功能 隐藏投影片 好当你选择隐藏投影片的时候呢 第一张投影片在播放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了 好你会发现第一张跳过去了 好我们按ESC键 好跳出 好点选右键 我们给它显示 好这是有关于投影片的操作 好当然你也可以去做复制动作 例如我要从第八张 好复制一张投影片 然后呢我要复制到第九张的后面 这个时候你要停在第九张 按右键 贴上 好这个时候就会把第八张复制到 第九张的后面 好我们先按删除 那这个投影片窗格呢其实并不大 如果有很多投影片要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中间这个区域来做操作 好你可以点选投影片浏览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全部的投影片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搬移 例如我把第八张搬到第九张的后面 好点选第八张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 拉到第九张的后面 好我把第一张要拉到第六和第七中间 我们要练习操作按下滑鼠左键不要放开 我们放到第六张的右边放开 好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投影片浏览的这个检视模式呢 方便去操作投影片的搬移 好我们先切回一搬 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乱掉了 我们可以到档案重新载入取消所变更 好回复我们档案原的样子 那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了投影片窗格的操作 还有它的功能 还有当投影片一多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投影片浏览的方式去操作 好这个单元到这边结束